老鼠报恩 从前从前有一只小老鼠住在一片大草原上 可恶的小老鼠居然敢打扰我睡午觉 我要一口把你给吃掉 拜托狮子大王请你不要吃掉我 我将来一定会好好的来报答你的 听完了老鼠报恩的故事 你从故事中学到了什么呢?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数这个字 舅舅狮子大王 狮子大王被猎人的绳子给困住了 让我们来回答问题 解开狮子大王身上的绳子吧 谢谢你们成功解救了狮子大王 想要报名更多课程 欢迎联系Mandarin.go 有各种有趣好玩的互动游戏 还有丰富多元的线上课程 可以参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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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